網上視頻顯示 10月31日 廣州市海珠區一城中村居民正在搶奪食物 有人甚至打了起來 另一畫面顯示 幾名工作人員正式用圓形鐵絲圈進行封控 買的東西有的時候又拿不到 現在出來打工 十幾、二十天沒事情做 沒輸入 工廠全部停工 旁邊 廣門 所有生意停擺 據官方通報 10月31日 廣東省新增697例本土陽性感染者 其中廣州市479例 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目前廣州共有49個高風險區 68個中風險區 航班資料顯示 截至10月31日中午 白雲機場已取消航班888班 取消率達69% 記者致電機場詢問是否因疫情取消航班 對方表示尚未收到通知 目前暫時沒收到這樣的通知 航班取消是由航空公司發布的 航班取消的原因有很多 10月28日 廣州武警醫院也突然宣布停診 畫面顯示 一些民眾在醫院外觀望 現在不能送進去 只能在門口 而海珠區日前萬人擠在一起做核酸的視頻 引發網友不滿 清唐人記者 陳傑 李珊珊 黃宇寧 採訪報導